寒冷的天氣在今晚燒湯 相信是一個很好的享受 在山頂這間烘的古早味蓬培湯 在電影已經有60年的歷史 它的好口味是一般不像人家吃得大 都很難用這個好煮味不記得 五、六歲吃到現在了 它的很多菜都是 像蓬培湯都是古早的 古早味的 它的蓬培湯裡面 有大骨啊 有豬頭骨 還有那個蘿蔔 所以它的菜湯是非常好喝的 讓你一吃就非常難忘 而且會想再來 傳統的蓬培湯 就是中底下的後腿肉 不由客戶離這裡下去煮 從來這裡大骨很悶空 所有的精華就都在湯頭裡面 不管是做蓬培湯米 還是只是喝湯 吃起來的香氣又不會外味 也因為來這裡人家一定會點的料理 這個古早味道 它有香、有油、有鹹、有醬 我們現代實在都沒有鹹、沒有醬、沒有油 那火車就是這樣 對 а蓬培湯自己做的嗎 自己做的 對 自己做 對 那要蓬培湯怎麼做 蓬培湯就是 他的肉皮要來後退的 油巴上去打火灰 我們去打火灰 我們鴨肉割到四、五十年了 來點炒麵、蓬佩湯 蓬佩公圓湯 還有蚵仔煎 它的口味很好吃 它都是古早味的 現在現代人都吃那個 我們煮頭都吃古早味的 湯頭味真好吃 如果蓬佩湯好喝 每一家的料理都充滿了在地的口味 這也是這間蓬佩湯 為何會在地上這麼少人歡迎的主要原因 其實吃這個蓬佩湯是好多年前吃過一次 然後就覺得這一家吃起來蠻... 不會很油膩 然後吃起來口味就是你... 就沒有吃過啦 所以說我是覺得來煮湯的話要嘗一嘗 這個味道真的很棒 之前來都會煮很難找 還好啦就是那個基督教 基督教前面馬上巷子進來這樣子 我們出來就停在基督教很方便 不管是來一瓦小湯湯的蓬佩湯 炸菜麵也是粉蒸素 煮味是好吃到沒有話說 有菜頭的味道 也有豆腐的底頭 也有蓬蓬的香味 基督教很足够� Trampotok 好... 好